22年的中古屋要彻底了解问题对症下药 才能避免装潢没几年 漏水避癌的问题又浮现 今天幸福空间来到天使总监玉秀秀设计的暗场 50多屏的空间全面改造 天使总监又再一次满足屋主期待 让屋主拥有焕然一新的居家空间 今天这个暗场是一对夫妻然后两个小孩子 女主人她其实在这个幸福空间上看到我 追踪了我很久的节目 那再来就是她先生也追踪了我们的FB 看了我们非常多的暗场 他们非常喜欢秀秀姐做的美式的风格的暗场 所以他们找到了我 那在我这个设计之下呢 我来到了这个中古屋 他们22年的中古屋 那原则上呢 进来看的时候的确有一些原始的一些缺点 第一个包括不通风光线非常的暗 然后呢里面呢的这个格局呢不当 再来就是大门的位置也不对 那我都一一的帮他们做了改善客服 在第一次的平面图呢 就让他们非常的喜欢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今天这个暗场呢 虽然只有56平的大小 但是我们却创造了有百平的效果 而且呢让他的缺点改良 优点呢展露无遗 就是我觉得哦 一个格局对一个房子真的很重要 我发现这格局一改变之后 整个房子完全已经不一样了耶 是的没有错的 那这一个暗场呢 其实他呢刚开始我们一进来看的时候啊 其实他的缺点真的非常多哦 怎么说呢 一进来我们就觉得好热好闷哦 原来他只有一面的采光 而且呢根本都没有通风 然后呢一进来是大客厅没有错 但是呢他这个旁边的这个盒室 显得呢就是很封闭 看起来大而不当 哦 然后呢再来就是很奇妙的是 他的厕所呢是放在最边边的一个角落 然后呢完全遮挡了所有的采光 后来呢我们团队呢就想办法 哦把这个中间的部分 找到了原始的一个管道间 找到了以后 当然这个厕所就不需要在那个边缘啦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移到最佳位置哦 哦然后最主要是 我们一进来的时候 感觉到这个大门的位置实在是不太妥大 他就是在这个 哦电梯一进来就看得到的地方 所以呢这个在风水上呢 其实也是一个大冲哦 那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大门 往旁边移了一些哦 就这个化解了这个风水大忌 所以说他可以有一个独立玄关 就好像我们常常看到一百平的豪宅 你可以有外玄关内玄关的这样子的设计 那事实上我们这个瓶数呢 你看起来像不像百平 像 对但是其实他只有56平 那一进来当然有他的衣帽柜 可以做一些收纳以外呢 也让人家不会直接的看进来 一眼看到看穿的感觉 那再来一进来以后呢 别有洞天 我们看到的是餐厅和客厅 都是一个方正的格局 都非常的完整 看这客厅 这文化石的这个电视墙 我觉得整体的细节也是非常的棒 是的那因为这个文化石呢 因为女主人她喜欢有一点 有一点点乡村风 那因为她们喜欢学和姐的风格 所以说呢我们帮她营造的是一点 就是美式古典 但是带一点点乡村的味道 所以非常有家的温馨感 那再来呢因为收纳也非常重要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左侧呢 这一长排的柜子当中 其实其中还藏了一个大柱子 你不感觉 然后呢在其他的位置呢 我们可以有这个台面啊 放一些端井啊 那也可以做一些展示规划 然后呢在其他大的柜子内呢 就可以做一些大型的物品的收纳了 所以说这个除了她的这个阔气 这样子的大气感 二方面呢她的功能收纳呢 这个部分也我们也都相当的帮她兼顾了 再来就是我研究了一下 老房子其实一般来讲 这个天花板都非常的低 可是我坐到这边感觉到 就完全没有这个压迫感之外 而且我觉得天花板的设计 它好有个性 嗯 爱玲你说对了 因为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啊 原本最初的这个装修啊 它的屋顶真的压得非常低 让人家感觉到有这种压迫感 那所以就觉得哎呀好可惜 这么大的坪数 怎么把这个天花板做得这么低呢 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团队呢 非常重视的一点啊 那我们除了这个化解的这个大梁 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但是呢我们做了一些层次感 然后让她呢反而觉得 你这个视觉上是挑高的 一层一层的意境啊 所以说在这个设计上 我们可以去化解很多的缺点 就是从这个很多的这些细节上去做一些着手的 嗯 真的我可以说是一个巧夺编工的一个这个作品 因为我觉得射手呢你一出手 我觉得就把整个这个气场呢 都已经变得这个非常的气派 而且非常有气质 嗯谢谢 针对这一次的老物芳心的防水部分呢 我们特别注重地壁面的防水 那地面的防水呢我们都知道 水会往地出流 所以地面防水和墙壁面防水 我们至少会做到三层 那尤其在地面和壁面的转角部分 我们特别会以不支部去加强这防水部分 那防水层做完之后 我们会再测试水压 还有蓄水的测试 那再从墙壁的外面去观察 墙壁面有没有潮湿这样子 那水压的话 我们就是观察那个测试的水压表 指针有没有往下掉 那如果都没有往下掉 表示水压是正常OK的 表示水管也没有漏水 那经过这些防水步骤的测试呢 屋主也会比较安心 屋主 刚才我们做的客厅已经够气派了 那刚才你也提到 一走进来 玄光看到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很棒的餐厨区 我觉得好有气派哦 而且真的很像在美国的家 对 非常美式 那原本的条件其实不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邻近这个餐厅的旁边呢 有一个阳台 那原本这个阳台呢 因为我说过它为什么采光不好 是因为它的设计很奇怪 它的阳台原本有窗 但是都很高 很小 然后呢 阳台的瓷砖呢 都是暗红色的 所以说呢 几乎都没有采光进来 再加上它原本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的厨房 它原本是厕所也遮住了采光嘛 所以说呢 其实餐厅那时候是大的 但是呢 是很封闭 然后呢 你不觉得它是开放式 你不觉得它有气派的感觉 那我们摇身一遍 我们把这个阳台呢 弄上了这个浅色的木纹砖 然后呢 再加上落地的 这个大的这个落地窗 那这个颜色全部都已经纳进来了 就会觉得很开放 那再加上这个厨房 这个大量的采光进来 你就会觉得 这一个餐厅就气派起来了 那再加上我们做一些 美式风格的家具和灯具 那营造起来的风格 再加上米色系 你就会觉得它明亮 然后宽敞 然后又气派 然后又有这种美式的优雅 哇 我觉得你给的这个餐厅 生命跟灵魂 那另外就是我们站的这个厨房区 其实这个厨房区 也就是这个家里头我觉得光线最棒的 对 但是原本它是非常狭小简单的 没有去把这个光线引进来 可是现在你把它隔去一改 我发现这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厨房了 对 是女孩子最梦幻的一个厨房 很想要在这个厨房里头 对 我相信她不爱煮饭 也很会很喜欢待在这里 弄弄吃的什么的 那其实呢 当初呢 这对屋主呢他们找到我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也没有想那么多 他们就觉得说反正这个格局这么大 我就交给秀秀姐就对了啦 反正秀秀姐呢 她一定会去帮我弄出来我想要的厨房 结果我们在第一次的平面图呢 他们一次就搞定了 因为就爱上了我帮他们规划的 这样子的一个梦幻厨房 那当然这一个建案 它原本的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斜的 那我利用了这个旁边的矮柜 去拉直了这个空间 那一方面增加了收纳 二方面我们这个厨房就是方正的了 那再来就是有很棒的这个餐厨区 那你可以看到厨房的门片呢 我们用的是这个成型的这个热压门板 那这样子的一个美式风格呢 再搭配我们的地砖 我们当初呢 选这个地砖呢 故意也选的比较有点带乡村的欧式的地砖 看起来这个温馨度真的是加分 那再加上我们这个中岛旁边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美式的线板 那再加上这个小雕花 然后再加上这个色系 非常的舒心 然后呢 这一个餐厅呢 其实它还是有一个大拉门的 那这个大拉门呢 一拉起来的时候 并不会阻碍到这个光线 因为我们是用这个格架透明的感觉 让光线还是可以充分的进来 哇 真的是太棒了 这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空间 不过说到这个廊道呢 一般老房子的廊道 其实都很狭小 又长又黑又暗 但是我今天看到这个廊道 哇 真的是宽敞之外 而且你用的线板呢 其实呈现出来很有层次的风格 是的 那这个廊道原本它是很狭长阴暗 那我们呢 因为我这个客厅的设计呢 已经缩短了这个廊道了 那再加上我们用颜色 把这个廊道明亮化 那原本我的最初的设计呢 其实廊道是更宽的 那只是说在这个客浴的部分呢 我原本是设计一套客浴 那但是呢 业主呢 女主人她有自己的想法 她喜欢呢 就是上厕所专用一间 然后洗澡间专用一间 那这样子的话的格局 的确会比较占用空间 那所以呢 廊道稍微缩小一点 但是我们的廊道还是够宽 它这样子很像那种会所 豪宅会所有没有 他们这专用的这样子的一个客浴 那其实呢 感觉也蛮好的 其实一开始会觉得 这蛮特别的 但是我觉得 也给大家另外一种想法 就是这所谓的客用卫浴 也有另外一种配置的方式 那另外其实廊道 除了就是有客用的卫浴之外 其实也引进了 就是好几个不同的房间 对那当然呢 这就是私领浴的部分了 会有主卧 还有两间的这个 女儿房 男孩房 那再来加上一个书房 而且呢 他们的主浴室呢 也是一个非常齐全的 四件式的一个 全套的卫浴 那这些厕所的位置呢 他们刚好都是在 没有对外窗的位置 那没有关系 我们用的就是 四合一的这个暖风机 通风机 它可以呢 把这个管线呢 让室外空气进来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哇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样子的一个客位的一个配置 也会让我们觉得说 诶客位的配置 其实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但你现在这样子一心 我好想要去房间里看一看 我觉得这一次 在整个格局的规划上 我觉得真的是做的 这个非常的完美 就像这个主卧 一走进来 还有一个小玄关 真的超级完美 好大的一间哦 对 在这个房间 做的一个玄关的意思呢 也是让它 有点气派的感觉 那你再转折 转到这个主卧浴室啊 也非常的方正 而且呢 有一个独立浴缸 是四件式的一个大浴室 那你可以看到 主卧的这个颜色呢 我们刻意的去 用的都是比较白色系的 那再配上我们的 这样子的一个家具啊 那凸显出来的 就非常的美式 那再加上我们的天花板 也做了很多的一些 线条的表现 那你可以感觉到 在这个空间当中 它除了方正以外呢 也非常的舒心优雅的 嗯 不过我们发现 就是原本 它的老房子的 这个所谓的平面图 或者是它的这个照片 你可以看到 它的阳台 原本是纳入这个房间 但你现在反而把它 还原成一个阳台 但是我觉得 完全没有感觉到 这一个空间是牺牲掉了 对没有错的哈 那因为它的空间是足够的 所以我才这样子做 那因为呢 其实如果有一个 缓冲的阳台 在这个阳台上 我们可以营造一些 花花草草 园艺的感觉 其实你就会更喜欢 待在这个主卧室了 对不对 我真的已经很有画面 不过我觉得 这个女主人超级幸福 我这个先生一定很疼爱她 大厨房 大更衣间 对 所以所有女孩子 最喜欢的梦幻厨房 加上梦幻更衣室 那你看这个更衣室 我们还是有保留 原本的窗户 让它呢 还是有足够的采光 再加上呢 有这个好的这个 梳妆台功能 加上呢 这个充分的这个 衣服收纳的空间 真的是让每个女孩子 看了都很喜欢 待在这个里面的 嗯 真的很梦幻 那当然这个小孩子的房间 一男一女嘛 对 也超级梦幻的 好童趣哦 是 那说到这个呢 真的是爱家好男人爸爸 他真的很爱他的太太 小孩 那其实两个小孩 一男一女 其实都还很小 但你看他们的房间 都可能让他们足够 睡到15岁 20岁都没有问题了 然后呢 在这个床头的这个设计呢 我们都用了很Cute的 这些造型 尤其是女儿房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 房子屋顶的造型 那再加上粉色系的搭配 然后呢 再加上我们的 这种美式的床 那看起来就会觉得 这个很有童趣 然后呢 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儿童房 那男孩房呢 我们用的是蓝色系 浅色的蓝色系 加上呢 很Cute的这个地球壁纸 我们这个整个色系 都让他是做一系列的 所以说这个 整个儿童房的空间 一男一女 别有分别 那但是呢 看起来都各有特色 我觉得他们做最对的一件事情 就是选到你们的团队 那团队的严谨 细心打造了一个 我想把这个房子的优点 放大到100分 想欣赏更多 玉秀秀设计团队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